这是世界上保温性最强的庇护所 外面温度零下31度的时候 这个男人搭建的地下庇护所 里面的温度竟然有24度 羡慕的我后槽牙都咬碎了 随着整个庇护所洗封绿顶 也该到了安装大门的时刻 只见他找来一根粗壮的原木 再用八钉进行交叉固定 在油炬的收割下 很快一片宽厚的木板出炉 这就是打造大门的最佳建材 有了油炬的加持 很快就得到一堆沙木板 随后用木板丈量门框的高度 才能为其量身定制一张木门 在动工之前坐视严谨的阿光 还用砂石给自己的战斧进行打磨 这样木板上凸起的锚刺 将会被清理的一干二净 这种沙木板不但可以很好的防潮 而且耐久性也特别的好 很快阿光就完成了拼接 这一转身的功夫 白雪就已经覆盖在大地与树木之上 仿佛已经过了一个世纪 阿光不由的加快了不化 随后开始调整轮框安装脚链 这样整个木屋看起来皆是许多 妥妥的安全感爆棚 为了看起来更加耐用 阿光还给木门做了寻非主意 这种棕色的花纹看上去相当美观 里里外外都探话出力后 相信阿光很快就能住上新甲 为了庇护所不被破坏 他都会用记笔记的方式来提醒到防者 才能更加有备无患 随着冬季的彻底来临 整个大地已经是银庄宿国 阿光一大早就把老爹邮寄来的壁炉拿了回来 果然在自己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家里人永远是你的一口 冬季使用柴火炉必须正确的安装烟囱 否则容易躺板板全村吃席 阿光给烟囱开了个合适的烟道口 然后用防火吸制把接口包裹 这种材料可以很好的防火隔热 能让他夜晚睡得更加安心 接着开始安装烟囱 阿光严谨的工作方式 让他安装的过程十分轻松 这样就不会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然后拿起准备好的木桩 取出他的开山战口 一顿输出教训后得到一分最危险 现在室内温度2.4度 老样子点燃冬天里的一把 看着烟囱冒出一缕鸟鸟吹烟 他顺手去打了一副新鲜的白雪 听说喝了有提升醒脑的功效 随着壁炉的燃烧 室内已经开始逐步升温 此时已经将近15摄氏度 阿光给自己倒了杯开水 一口下去暖暖的很贴心 忙碌了一天也该到了干饭的时刻 给壁炉添加了一些柴火 随后开始起步烧油 把切好的土豆搞进去 放点自然添加香味 再放上美味的鸡排 看着鲜嫩诱人的颜色 你是不是流口水 看着阿光吃得津津有味 很快就结束了一天的劳作 第二天一早阿光就被冻醒了 原因是因为昨天安装烟通时 没有给烟通做好有效的保暖 睡到半夜壁炉就熄灭了 阿光找来很多废弃的石砖 来给壁炉底部做增高 顺便还能起到防火隔热的效果 而这些不用了的木桩 则是用来给壁炉做现身工作 总结了失败的经验 随后把烟通卸掉 再重新包裹上防火食眠 这回把防火保暖做到位 晚上睡觉就会踏实许多 看着阿光细心的样子 相信很快就会住上温暖的家 随后点燃壁炉试了试效果 看着烟通冒起的滚滚浓烟 这才放心了许多 来不及休息的阿光趁着天黑之前 劈砍了一些木柴放进屋内 以免被大雪覆盖后受潮 随后把之前剩余的木板找来 重新给自己组装个木床 而床腿则是用木桩代替 要说小伙经验多 到哪都能很洒脱 只见他劈砍几块木板后 三两下拼接成鸽子窝 再放上一些鸽子爱吃的小米 现在只需要找个合适的位置 而眼前这颗笔直的树胸接下了任务 和平哥带来的是安详与宁静 在忙碌的生活中感受到大自然的馈赠 这才是令人向往的生活 闭口做气的他并没有休息 随即找来一颗粗壮的原木 在油炬的作用下 继续结成一片片木板 很快就得到一堆合适的建材 然后找来手臂粗的原木 将其加工成合适的长度 然后用木棍拼接成四方框架进行拖拟 顶部则是延伸出一米的长度 继续搭建出人字型框架 这样就可以用木板进行加固 一排排木板通通通定上去 很快就有了遮风挡雨的门领 别看阿光年纪不大 但每个环节都做得有模有样 室内的温度也逐渐高达20度 为了节省室内的空间 他还特意制作了可折叠的小饭桌 门口一圈也给安装上了挡板 这样就算雪融化了以后 也不会有泥湿流的风险 看得出来阿光对自己的作品很满意 当即用祖传的雕刻手艺 给大家即兴表演个花刀 再用木炭雕刻出人脸 虽然看起来不是特别精致 但也是不错的手法 放在蜡烛上去简直再合适不过了 看着群魔乱舞的天气 就知道这里的冬天有多给力 阿光也顺手给自己做了顿晚餐 在静谧的森林中央 享受着与大自然最亲近的时刻 当战争来临时 这个搭建在地下两米深的庇护所 保准不会被轻易发现 里面不但可以容赖一人生活 外部更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就连烟囱都做了伪装 不走寻常路的卢卡 硬是在秋风潇洒的天气进了山 想要在荒山椰林里安个家 首先就要保证人身的安全 而眼前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洞穴 让卢卡不由地勾起了好奇心 虽然里面空间狭窄了一些 但却抑制不住卢卡一颗建造的心 对于喜欢在洞穴里居住的他 只要稍加改造就能成为一个庇护所 首先拿出自己的家伙事 开始以这个天然洞穴为中心 用铲子向外进行有效的输出 好在这里的泥土独特的质地 这也让他挖掘起来没费体力 而剩下的黄土也没有浪费 留着后续进行灰填工作 很快就向里面延伸出比较大的洞口 这还没完为了让室内更加宽敞 他根本停不下来 完全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一样 重复着相同的动作 铲子在卢卡的操控下 精准地凿着每一片泥土 很快在狗子的监督下 挖出来个比较开阔的空间 看样子起码有个仪式一厅 由于这里的天气阴晴不定 时常就会有大雾出现 他不得不收集一些树枝 用燃起的火堆驱散雾气 而卢卡也加快了建造步伐 毕竟搞不好再来场大雨 好不容易挖的庇护所在被倒灌进来 于是他把洞穴两侧做好防水工作 用石头与黄土进行垫高 既能阻挡四处溜达的响风 而且还能起到饱暖效果 现在从里向外看安全很多 而一旁沿道口的位置 他继续用石头进行垒高 然后用泥土将四周缝隙填满 戴的完成好以后 他收集来干燥的树枝 准备给这个天然灶台口进行烘干 随着火势越来越旺盛 整个庇护所也变得温暖许多 就连狗子都要睡了不去 有了天然的火道口 卢卡并没选择躺平 继续用木棍在庇护所上方 支撑出一个三角形框架 然后用木板一片片向上垒高 准备给庇护所做好防护 对于长时间野外生活 卢卡不得不为与筹谋 虽然整个木板都给支撑了起来 但整个地面也已经被淤水清透 戴的整个雾气被消散得差不多以后 整个地面又被泥石流占领 卢卡不得不暂时重新换个地段 这回他打算换个位置偏高的巨石下 这样就算泥石流也不会对自己造成丝毫影响 有了之前搭建的经验 这回卢卡准备凿出个火道口 虽然这里的严厉层比较坚硬 但一点也不影响卢卡在进度 很快就用工具将上下两端打通 接着用石头把整个烟道口风堵岩石 四周用小碎石进行填充 这样就完成了整个灶台的预设 在忙碌的时刻 卢卡也不忘补充卡路里 毕竟人是铁饭石缸 一顿不吃饿的荒儿 带着吃饱喝足以后 随即把原木稳稳地扎进鸡坑里 用小石头给夯得结结实实 他准备依靠着这颗巨大的石头 向上搭建庇护所 首先用木棍构造出大体的框架 将其边边角角加固一番 由于巨石比较牢靠 他并不担心坍塌的风险 只见他用白布将整个框架包裹上 得益于卢卡经常看荒野建造 对于搭建庇护所会有心得 虽然没有规划好的图纸 但每个步骤都了然于心 看着整个庇护所比较粗糙一些 但也是住起来相当实用 至于顶部卢卡也没有落下 他用白布给覆盖好以后 继续用黄土进行回田加固 带着把整个白布衔接丝滑以后 从远处看在半山腰非常显眼 一般八字不应地看了都害怕 卢卡顺手在门口挖了个坑 用剩余的白布给狗子做了个饭槽 就可以制作今天的美食 当卢卡两块钱面包出现的时候 有一说一隔壁的荒野求生 不是吃不完的鱼就是吃不完的肉 而卢卡却是白里有好几根草 干活一点也没少 不过给狗子吃那就刚刚好 这难道就是老实人的生活 随即在山上采集一些野骨 在山里的好处就是可以临缘够 想吃多少有多少 拿回来用其烧水也不错 就在和狗子沟通接下来准备住暖的时候 天色就已经开始阴了下来 听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 现在卢卡也不得不接受现实 赶紧给灶台加固一番 看来今天不能睡在洞穴了 收到卢卡去山上拾了一些干柴 用来为今晚取暖做好准备 顺手又收集了一些枯树叶 来给自己当做床铺 忙活完这些以后 稀稀拉拉的小雨倾盘而下 还没有等着卢卡反应过来 小雨就顺着缝隙出预留而下 卢卡赶忙用黏阻给屋顶加固一番 缝隙之间又加了一些黏阻 这才放下心来看了看室内 还好没有太大问题 随即在秘炉的温暖下 满想的睡了不去